我在北京 我在这座城市 我要认识这座城市 我要去逛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 我要去逛这座城市才有的东西 这是我在这边才有的目的 我叫李玉宁 我来自台湾 我现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交换 我是硕士研究生 我这次要来交换 他们当初其实不是很同意 我觉得可能两岸之间的一些讯息 不是很流通 我爸妈就是也比较担心嘛 会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然后会不会傻傻的 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安全的事情吧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是9月6号 我们开始报到嘛 从酒店出来 然后到首都就看着那个天空 哇就觉得北京耶 雀跃吧 就是真的到北京了 学校很多文物 我觉得很值得一种 燕南园这一片是 北大一个历史建筑群 这是那时候很早期的一些老师宿舍 冰心跟他老公住过这边 然后马银出租在旁边 因为那时候在讨论说 这个虎到底要叫什么名字呢 然后钱穆先生就提说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叫卫明虎吧 然后就 因此就有卫明虎这个名字的出现 因为我读历史的 很多以前的学者 大学者 都在北大任教过 现在的一些学者 也就是北大历史系的老师 那当然我是非常向往这个 北大这个氛围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早餐 我们要去问名虎 现在那个准备要那个比赛的简路了 今天是那个冬季 运动会的比赛 你也来参加比赛 对 我来参加比赛 这是啥 冰车飘移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 开车 三十三秒七八 对 感觉还不错 这一群高了 确实也很高 真的吗 嗯 耶 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 啊 我参加了龙舟社 然后综合格斗社 散打社 然后艳远遗产社 再讲北大孝史的一个社团 我觉得北大这边真的是资源很丰富 各种奇奇怪怪的社团都有 我觉得还挺 真的是很棒 然后就是北大学生就是不不只是会读书 因为我做交换生我没有压力嘛 我不像学卫生一样 我希望能够在北京或许在这个交换期间能够找份工作 然后最主要就是我想要好好的认识这座城市 我在这个地方真实的生活过 然后感受过 然后我才能够真的知道 这个 真的去认识这个地方 我走了不少地方 我走了不少地方 像我去了卢沟桥 当然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也是有趣 我去了火神庙 去了白云罐 然后去了佣河宫 苟立国家生死义 岂因祸福必趋之 听老师讲到林哲许 我就觉得 听了之后觉得好敬佩这个人 他遇到不管什么挫折 他就是坚持说 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所认为的 正确的事情 这是我对这个民族 这个文化 这个国家 这个某个人的一个 应该要进的事情 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 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事情 那我其实更喜欢的是汉文化 在台湾大部分都是清朝那段时期的 古物 古建筑的东西 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比较少一点 不如北京可以看的东西多 北京我觉得都有吧 老北京跟朝北京都是北京 你到可能到朝阳 会看到那种特别繁华 可能到东城西城 然后就是能够感受这种 胡同 古建筑 然后这种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 坐着地铁 就看身边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各种口音 然后我在北京 交了很多的朋友 那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这次来交换的生活四个多月 我给自己八十分吧 这二十分是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地方 你要有点遗憾 然后我们才可以再续前缘 未来我下学期就是准备毕业了嘛 也打算在大陆这边工作 希望未来能够更顺利 好舍不得啊 我一定下学期要找个时间 再回来北京走走 然后跟朋友聚 然后再去把 嗯 还有再把 我北京没有去玩的地方 再走一遍